家裡的小朋友很喜歡吃藍莓醬 今天就分享一個做法非常簡單的藍莓三文治 死身酸酸甜甜又香口 比起有肉的三文治死身清新很多 有營養得來又夠健康 一口氣吃兩三塊都不會覺得你 做這個藍莓三文治用普通的吐司 鹹芳包 邊邊有點焦有點硬 切走給女兒餵魚 藍莓醬就不用自己熬了 我就用這款有落到的藍莓醬 它含有90%的果肉含量 它的甜味來源於水果 沒有添加糖分 每一瓶都有92粒藍莓 還拿到國際美食獎章 配料表都很乾淨 沒有添加亂七八糟的東西 加點蘋果汁、檸檬汁和甘吉纖維 給小朋友吃就放心很多 一開蓋全部都是藍莓 看到沒有?粒粒飽滿 藍莓醬可以做各種甜品 藍莓淮山、藍莓餅、藍莓月餅都可以 如果怕麻煩,直接塗在麵包上吃都可以 哇!很多藍莓 好滿足 只要這樣吃,甜度也會適中 不會特別甜的 喜歡絲滑的口感,把藍莓醬打碎 然後薄薄一層的鋪在上面 然後再把另一塊麵包吸上去 再鋪在薄筋上面 打碎的藍莓醬會絲滑很多 喜歡一粒粒的口感就不用打碎的 再把另一塊蓋上去 讓它大功告成 用筆黏鍋放一塊小安街黃油 用細鍋來煎 再裹一層蛋液一起煎 四面白方也要裹均勻 然後再下鍋慢慢煎 黃油很容易焦的,一定要細火 讓它頂型再裹另一面 每一面都要煎 煎到每一面都金黃黃 再輕輕地切細塊就可以了 邊邊再放一粒藍莓裝飾就可以了 一個正到比又清新又好吃的 藍莓三文治就完成了 小朋友超喜歡吃的 讓他們先炸一炸 嘩,好吃嗎? 小朋友很喜歡吃甜甜的三文治 還加點黃油香味,四身就很香